TVB晚千星輝頒獎禮2018這日舉行 各位女演員當然是去到盡啦 不過今晚風勢頗大還要走上台 對於身穿性感禮服的女演員來說 真是有點難度的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獎項 入行25年被提名了16次的馬德中 終於以大熱姿態成為市帝啦 完全沒想過原來這個世界 好像劇本寫真的有希望和奇蹟 我相信她會被我激動 因為她由我第一天轉行做演員 到今天我可以獲得這個獎項25年 她每天看著我開工收工 每天看著我看劇本 她的感受一定是很深的 所以今天第一時間做完事要回家 我們回家是和太太和兒子最開心的 而36歲的李佳心也手上事後滋味 回到去又想著怎樣慶祝呢 今天回家已經很累了 應該都不會慶祝 但我們明晚本身殺手有個慶功宴 他們在群組裡一早已經說了 希望可以一起慶祝 就被他們說中了 加片酬TVB難一點 因為我們又有弱系心 加片酬有點難度 但其實我又覺得在公司拍劇 真的不是為錢的 因為公司都帶遇了給我很多東西 尤其是這六年 所以錢當然是找外面的 但到公司拍公司那些 就真的不是說錢 至於全場最令人驚喜的 上上就是黃翠瑜頒獎給蕭靜南的時候 蕭靜南順便宣佈結婚的喜訊 連翠瑜都嚇了一跳 今年太新的事 很開心 很感謝她的父母和我自己媽媽的祝福 也批准了 我們做了一個旅行的婚禮 簽紙 很浪漫 我覺得很浪漫 我和她們在一起去到哪裡 我都很開心 做完之後 其實都開始在想 其實都不可以拖太久 同事 身邊的人 都不停地去吹 記者朋友都去吹 什麼時候結婚 但是想說的時候 展鵬說了 再想說的時候 看到嘉穎說了 總是好像 選不到什麼好時間去說 變成 今晚我猜應該沒有人說了吧 就自己說了 那你們有做人大計沒有 看看順其自然 看看九年會發生什麼事 希望好事降臨 好…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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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